要把握好天气了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斗情 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 但是就要提醒您了 从明天开始 东北季风增强 北台湾气温流滑梯 限制这波冷空气在周六清晨是最冷的时间点 预计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低温 下探12度 符合了大陆冷气团的标准 那么此外 台风雷一是在今天早上的八点钟 已经增强为强台 预计外围环流水气将会在下周一影响台湾 白天一早太阳露脸 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但年底前最温暖的一天可要好好把握 因为周五开始就要变天了 明天周五开始呢 随了风面通过之后 会有一波冷空气的南下 预计的强度大致上是接待东北季风 到大陆的气团之间的一个等级 周五到下周日一连三天全台气温溜滑梯 受到东北风增强影响 北台湾周五又湿又冷 迎风面的新竹以北 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最冷时间点就落在周六公投日 北台湾逐渐转为干冷 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 清晨最低温下探十二到十五度 其他地区也有十五到十七度 沿海空旷地区有可能更低 降到十度左右 虽然下周一冷空气逐渐减弱 气温稍微回升 却又患台风搅局 雷一台风的一个强度 其实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 有升到强烈台风的等级 通过飞浴冰之后会进入到南海 北上虽然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它围着水汽会逐渐的移到台湾上空 下周一开始南方云 细加上台风外围水汽往北移 一路到周三 北部东半部都有持续性的降雨 就连中南部也要留意零星降雨 气象专家吴德荣撰文表示 强台雷一未来五天没有清台几率 毕竟台湾的过程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但未来一周天气不稳定 吃锅物暖身可要特别当心 热乎乎的姜母鸭是冬天进步首选 但一时提醒喝完热汤 暴露在低温当中 容易造成血管急速收缩 瞬间被撕裂 提醒有三高的人天气变化 要特别留意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